飛機師地齊鋼軍,皮特關關榮光 呂獲樹榮,服務中成 是你置業官居,樓上買賣的苦幫手 請電416-288-8811 免費股價416-288-8811 繼續回來投資有道的時間 美國剛剛這個週末就是感恩節的長假期 似乎大部分的零售企業的表現都不是太差 而今天星期一就是這個Cyber Monday 就是網上購物的重要日子 究竟這個黑色星期一的零售表現是怎樣 而今天這個Cyber Monday會不會 氣氛都會延續老下去 先跟謝Sir談談 其實這個Cyber Monday和這個剛剛的黑色星期五 那個情況你怎麼看 其實在零售業方面來計 大家都知道在美國最重要的一個消費能力 就是零售業 為什麼呢? 因為七成的美國經濟都是靠零售業來帶動 如果大家開車到美國 知道去到哪一個省、哪一個州 都會看到 比如說Best Buy、Wallmark、Target 這些一類的鎖店 這些鎖店的銷售量 其實很帶動整個美國的經濟 為什麼大家這麼注重這個黑色星期五 或者上個星期的星期五 原因是如果這個市場是好的 就會反映出大家對市場的信心 就是說很多時候如果大家肯花錢的時候 經濟走出谷底就快一些 大家看看數據來說 比如數據來說 為什麼那些人肯銷售或者去消費呢 很多時候就看看個人的收入 如果個人收入其實高的時候 都未必等於那些人會去花錢的 如果你看到 在圖現在看 我們看到如果這個星期 就是說在黑色星期五之後這個星期 如果出來的時候 在過往那二十年 有八次是說做得差的 而這八次做得差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星期其實整個星期是下跌的 之後那三個月 如果這個星期的零售數據出來是差的 整個大市都是下跌的時候 之後那三個月都是平均來計 都有差不多是-2% -1.8%的跌幅 反正來說 如果我們這個星期是做得好的 有十二次的 在過往二十年裡面來計 是有十二次做得好的 而這十二次做得好的時候 之後那三個月 反而有四個百分之平均的升幅 就是說如果我們見到 這個星期如果整個星期的業績出來的時候 市都是一個上升的時候 可以說後市 將來三個月可能有七成的機會 是繼續會上升的 所以大家都說 我將這個星期的集中力 反而放在零售業的經濟數據上面 反而就說可能會將你的失業率 星期五的失業率 放在一邊一點點 看看這個星期出來的 比如說Macy Tiffany 出來的那些 究竟有多少人流去做它的生業 我知道有個圖表可以給大家看看 剛剛看到Macy股價的分析 其實我想看看 美國方面個人的開支和消費 那個圖表 其實因為零售方面 大家當然有錢才可以花 當然個人收入和支出的比較 都是很重要 有個圖表可以給大家看看 其實接下來 或者看過去那麼多年的走勢 其實都有些變化 是的 其實如果你看回 自從2008年、2009年那段時候 其實美國人的收入是不斷減的 為什麼這樣減呢 因為很多時候 因為金融風暴的關係 經濟蕭條的時候 很多將所有人工都減 或者放棄了 不可以增加 很多時候我們也看到 他們不斷減的那兩年之後 很多人其實有很多想花錢的機會都沒有 那麼現在這兩年來計 反而在2009年開頭到現在來計 那個個人收入是不斷地攀升的 而個人的洗費也不斷地上升的 那麼在洗費方面 不是說每個公司 在這些零售業的數據都可以做得好的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說現在來計 如果那些人有錢多了的時候 可能會花錢在一些比較 叫做luxury方面的消費 就是說平時來計 如果沒有經濟很差的時候 每個人都湧過去 譬如Walmart 是 即是Dollar Store那些 反而現在有錢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些人肯花錢 去一些比較高級一點 或者是那些首飾上面 或者是luxury方面 剛才我們看的圖 Macy來計 在這段時候 也有一個很強勁的升幅 如果大家看新聞報道 例如說星期五也挺誇張的 Macy四點鐘就開門了 星期五 預計像去年那樣 有五千人會排隊 誰知道出來的時候 是差不多七千人的 其實比上一年 多了差不多20%的人 是排隊的 你看到那些圖來計 自從10月開始來計 Macy一直都已經上升 如果你的圖表分析來看 這個一級一級的樓梯級 現在上面的阻力位 要穿了的時候 就叫上升三百形 是一件好事 同類的股票 如果Macy來計 也都可以不妨大家留意一下 比較高級的消費產品 例如Tiffany Tiffany是甚麼公司 Tiffany是做手飾 甚至是裝飾品 或者耳環 在走高檔的路線 對 沒錯 而Tiffany最近 大家有留意新聞報道 就說最近上星期 他也出了一個盈利 叫做好的一個盈利 這個盈利報告出來的時候 不僅說將來也都看好 而這個黑色星期五 也都帶動到 就說他會賣多些 比如說手袋 皮包類的產品 也都看到他是一級一級的上去 那這些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看到 如果那些人肯 那些高價錢的產品裡面 都肯花錢的時候 就是說整個國家 即是美國國家來講 對經濟 始終來算 都反而比以前的信心大了 肯花錢 永遠是一個好事 如果希望美國的人 繼續花錢 如果多花錢的時候 帶動我們加拿大 都不錯 還有在看一些數據方面 剛剛IBM公佈了一個 挺有趣的數據 就是網上救密 剛剛weekend的情況就是說 原來有接近購物的率 是多了16% 如果跟去年比較 如果每人 每個訂單的總值 平均計 是全美國的平均計 就由去年的190.8 去年的170.9 上升到190.8 看來也不錯 因為現在你不要 少看這20元 如果你說成千萬的人 去買多20元 其實這個數字是很驚人的 如果你說在網上購物的時候 是一個新的 不是一個新的熱潮 只是更加會有人 是喜歡上網購物 因為隨著經濟 現在的安全性提高了之後 很多人現在開始大大提高信心 就說網上購物 用一些Visa卡 或者什麼東西 不用怕被人騙 很多人都用 如果很多人留意了網上的購物 很多時候都不妨想想 比如說Ebay 或者甚至Amazon 因為Amazon是比較大的連鎖店 也很多時候 你們不要忘記 通常很多人集中 即是投資者 集中在網上購物公司 也不妨留意一下 網上購物的配套 比如說FedEx 賣東西都要送貨 如果網上購物增加的時候 這些要運輸的公司 比如Priorator FedEx這些公司 一定會有一定的用力 就是用他們去做生意 提高了 提高了的時候 也都可以考慮一下 除了直接買入這些 Ebay Amazon這些公司裡面 也不妨留意一下 這些配套的公司 最後其實可以看 有一個圖表 就是在美國方面 就是零售消費品 整個sector的指數 其實在這個圖表 我們都看到一些東西 這個圖表就叫IYK 什麼叫IYK IYK很多時候 如果當些人 喜歡買消費者物品類 比如說想買Target Walmart這些公司 但又不想買一間 因為有時候一間 很多時候都未必是 一定要那間會做得特別好的 IYK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消費物品的ETF 即是指數基金 裡面已經包括了Dow Jones裡面 所有的消費者物品公司 如果大家擔心買錯了一隻半隻 不妨考慮一下IYK 這個是整個系列 好不好 那好吧 說到這裡 今天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到明天早上有九點鐘 繼續有財經三路 我們再見 拜拜